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好了,《毓民踩场》今天是9月26日 提醒各位下个月10月份的月费 这几天就要交了 在上个星期四 我都在这里说过 都是提醒大家 要交月费 帮帮忙,支持我们 其实 按照计就不用提的 不过原来 有些听众告诉我 听众说你记得要说的 你不说我又不记得 这样也可以 其实应该不说也应该要记得 但是没办法 我们很多听众 都是贵人是亡的 还有些人 你不提他 他又不记得了 当然 我们现在 选后 可能整个堂 都有一些改革的 因为我的时间比较多 现在就在计算 可能做多一个节目 至少两个节目 另外 就会找一些朋友 来我们这里 开一些新的节目 其他旧的节目 我们又会做一些整理 这个是未来 今年年底之前 就要搞的 迎接明年2017年 myradio 10周年 即是在10周年的前夕 已经做一些 关于myradio的改革 到明年2017年 去面对新的一年 即是myradio的第10年 我们都会搞一个大型的餐会 讲到餐会 这个星期五 就是我们公投制宪运动 义工之夜 上次都在这里简单地说过 我们每一区 我们会留10围给每一区 由他们负责的朋友 去安排 看看究竟有多少人可以来吃饭 是全部免费的 OK 另外有些朋友 可能是叶普城的支持者 但他未必在选举期间 抽很多时间出来参加 我们的助选工作 但那些我们都欢迎他 有兴趣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参会 但这就是不进入五区的范围 大家现在可以报名 如果你是属于九东九西 新东新西 港都区 那已经有人会去找你了 你发觉没有找我 那你就来找我们 直接打电话来保罗 找海员 那我们就会招呼你了 那当然就不代表实有位 是吧 那我们就要知道 那个 报名的人数有多少 那五区呢 每区实围的那是一定的 那我们也不会说 譬如说港岛区 就多给一位我 那没有的 总之就是实围 OK 因为这样就比较方便 我们去运作 不然的话就会很乱 总之我每区就发实围的 直劝给大家 那你就去安排 一些义工 来参加这个参会 那就是 因为礼拜五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几天 希望五区 大家都已经可以给到 那个数目 或者 你自己一定是有份名单 对不对 我们未必要你份名单 但至少你自己 一定有份名单 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去编那个席次 那另外 我们会留的十为八为 就是一些 譬如说他很想来的 甚至乎是 譬如我们要聘请一些嘉宾的 譬如我举例 譬如陆峰同乡会 那过去一程以来 他也有帮忙 但是他们就不是说 下街帮我们做街站的 对不对 他就打电话出去打票 叫他投票支持我们 那我们也会预计 一两围给同乡会 对不对 另外就是 譬如南发系的手足 他也有帮忙 有些也未必说 有更多的时间来帮忙 他们也很想来 参加我们的参会 那我们也很欢迎 那我们也会留下 两围给南发系的手足 其他的情况也是这样 对不对 另外就是我们 网台训练班的那些学员 我们的节目主持人 对不对 我们整个网台的那些 工作人员等等 这些是不列入五区的 移工范围的 但是我们也会有安排的 另外有些亲朋友也好 支持叶普城那些朋友 如果有兴趣 最好这两天就报名了 因为我们星期五就是这样的 所以星期四就应该要截止 让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也要安排的 到时就会通知你 就是这样的 所以希望大家 从今天开始 就可以打电话来 如果你在五区里面 有人找你那些 那你当然不用打电话来 对不对 那没有人找你 你也想来参加个参会 那我说过 我们这次是全部 就是我们要慰勞一些义工 以及在一个联谊的晚会 是开心的 不是在这些选举桑的 选举已经过了 三个星期了 我上个星期已经说了 我们的选后创商证 所以希望大家整装待发 重新再起 所以希望这些支持者 大家不能怀忧丧志 因为我们其实 要对十五万四千位 投票给我们的选民 我们要有个交代 所以希望大家开心心 来吃这顿饭 大家当晚就没什么压力 那当然我会说话 每个区候选人都会出来 说一下他们的感想之类 是吧 那纯粹是联谊 大家是开心的 OK 所以这两天 大家想来的朋友 就可以报名了 打电话来 是吧 这个就是关于参会的 我们叫做公投制宪运动 就是这样 希望大家到时候玩得开心一点 是吧 不要再说那些 当然选举 很多人仍然会有很多东西想说 但是我也觉得 这个已经是一个阶段 差不多了 不要再提出选举 也没有什么必要 是吧 今天我们要讲几个题目了 再提就是特首选举 是的 这个就一定要讲 因为其实 这个立法会选举之后 接下来这个选举 也是成为香港 政坛的大事 很多人现在已经在 跑马仔 已经开始在操作 做得最多 最明显的那个 当然是六八九 是吧 就是他连任的意图 我们不要讲决心 决心他一定有 连任的意图 已经是非常清楚了 是吧 于是他那些 马房的人 或者支持他的人 已经落落续续表态 包括陈启忠 我发觉那些有钱人之中 好像只有一个陈启忠支持他 OK 李嘉诚不会支持他 当然还有一个新世界的 郑嘉诚不会支持他 这么多利益输送 其他那些 新鸿基 长和系 甚至乎恒基 那些全部都不会表态 几大地产商 只有这个新世界 还有陈启忠 陈启忠 陈启忠是个不抵 这个就不用说了 另外就是他那些财子 即是现在行政会议的 张志刚 你没有梁振英 你这些财头 怎么可以做行政会议成员 对不对 你怎么天天在报纸上吵架 对不对 所以这些又走出来 现在梁振英做了四件大事 房屋 扶贫 福利 环保 做得很好 一定要连任 这样的东西都说得出 对不对 你看到现在 已经在操作 好了 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 谁难过去连任 这条路 你做难路狗的话 他一定会杀你 对不对 那现在究竟有没有人去跟他选呢 暂时不知道 大家就在那里猜 曾酷成现在又说了 我不选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你知道曾酷成 真的很喜欢讲佛计的 最近他在AM730 包括较早之前 他还没卸任之前 他都不断在那里讲佛计的 对不对 淫诗作一下队 一会儿就出一下灯迷 对呀 九十几样 最近最新的说法就是 就是说 如果你不去从政的话 就是让一些更不堪的人去管治你 对不对 就有一种惩罚 就有一种惩罚 他叫做引柏拉图 对不对 引柏拉图的说法 对不对 那究竟他想去选还是不想去选呢 不知道 但是起码他很清楚 现在他一直在制造舆论 他现在要占据一些主流传媒 找一些主流传媒去做基地 那为了什么呢 他不是为了找食 商台 每天做半个小时节目六 给了多少钱 对不对 以事论事一个星期做一次 给了多少钱 给了多少钱 不是AM730 每天有个专栏 给了多少钱 那就不是找食 就是要曝光 就要有一个主流媒体 一个香港电台电视部 做以事论事 做主持 顶着飞哥的位置 飞哥的年纪大 已经口齿不太凌厉了 他还是很聪明的 对不对 那 以事论事当然是说到立法会了 对不对 占据他一个这样的平台 当然很有利 另外就是商台 对不对 他就去访问一些名人之类 他又在做势 那你说他想怎样呢 好了 如果他不是去参选特首 那他为了什么呢 他为了帮人抬招 他现在搞了一个智库 而这个智库 其实原本是属于叶国华的 那叶国华是地下党 他也是地下党 就是对不对 其实两个根本是私交甚督 那当年董建华做特首的时候 叶国华就是做他的特别顾问 你记得吗 以及主管两岸问题 为他出谋牵策 对不对 在这个董建华第二任 就已经没用叶国华了 那现在叶国华 其实叶国华本身有很多钱 要中教育机构 他就赚多少钱呢 他老婆的 对不对 他在大陆也就是 那个人脈也是非常丰富 对不对 收封也容易一点 对不对 历经几朝 这个也不是 大家不要小看他 对不对 邓小平的身材 对不对 但是经常摆起一个开明温和的共产党的面目 对不对 周围去结交朋友 看到我们也会吭吭吭吭的 那那个智库 其实经费怎么来呢 又说要求钱 那只是叶国华一个人就可以看到数 对不对 这个就是用叶国华原有那个智库 就是那个政策研究所 当年沈旭辉也是在那里出来的 对不对 就是你的老友沈教授也是在 round table round table 算不算叶国华的那个系统 对不对 好像有分责座 对啊 也算是那个系统 对不对 那你说曾玉成想怎么样 对不对 就是现在选后 你看到他这些动作 那你说他想怎么样 对不对 商台有节目做 电视有节目做 对不对 接着有专栏社 对不对 天天都发表意见 最近去访问美嘉 对不对 那你说他没有一个所谓企图心 所谓的 就是台湾人的说法 就是台湾人的说法 他的企图心 或者是更上层楼的 那他退休了 但他回家里照顾妇好 对不对 对 那他搞这么多事情干嘛 就是要维持他的影响力 因为他做了八年这个立法会主席 其实大家看到那个影响力 还有他 建立了一个形象 对,建立了一个形象 相对就是他比较公正 对不对 还有他... 建制派里面 可以说就是 无论是辩才 甚至乎是 这个... 他的政治智慧 对不对 大家都公认了 对不对 建制派最坚的那个 对不对 就是我经常认为 就是在立法会 我是无敌的 这个唯一是我对手 但是他做了主席 根本大家都没法辩论 就是学会 在拉布的时候 是的 所以在拉布的时候 大家可以有互动之外 其他那些全部都不是我对手 就是久不久 又会糾正下其他 对啊 中英文 所以这个基本上 在建制派里面 公认的 是一个水平最高的 因为 今年是 六十七八岁 对不对 那又不算好路 对不对 还要有些作为 对不对 好像明年选特首的时候 他就已经要... 是七十岁了 差不多六十九了 是的 所以 究竟他选不选呢 这个就... 让大家有点想象 就是所谓想象的空间 你想想 对不对 那他做这么多事情为什麽呢 他不选 他就一定是帮人抬拳 帮人抬拳 一定不是帮你六八九 对不对 你可以肯定 所以曾育成对六八九来说 也是一个障碍 也是他在连任的障碍 无论他去选 或者不去选 曾育成也必然是 梁振英 连任的一个障碍 是这样说得通不通 对不对 第二个要说的 又是姓曾的 就是曾俊华 曾俊华最近 环周事件被迫要开记者会 那时大家就很... 看到报纸就... 看他的表情 看他的眼神 强调他的表情 眼神 对不对 always agree with your boss 这些东西 对不对 这个也是 六八九的潜在的对手 对不对 如果他去选 又或者另外一个 林郑月娥被传 也有可能去参选 那就真的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 你行政长官去选 去现任行政长官 他没理由辞职 任期未完 选举是明年三月 是 这一届行政长官的任期 是明年六月三十日 戒门 对不对 就是说你三月去选 选到之后 你就会候任特首 对不对 如果你是现任的特首 那就没问题了 在整个施政那里 你最多... 就是交接方向 对了 你委任一个新的内阁 对不对 有些又留下 加一些新人 之类 大家都不会觉得 对他来说有什么问题 但是如果换了另一个人 那你 这三个月就会逼他鸭来 对不对 如果政务师 或者财政师 都要出来选 他们就要辞职 那就结束了 那两个要辞职 那你整个政令 如何推动 对不对 大哥 三大巨头 都是为了选举 还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过去这几年的施政 这几个人都要承担责任的 到时在选举论坛里面 要互相挖 仓巴 对不对 将以前那些 早几年 你几个人合作 做那些坏东西 一一就揭露出来 大家互相逮捕 这个真的是奇景 对不对 我在想这样 我们现在做了评论员的时候 我就会想这样 这个还不是一个奇景 对不对 一个政务司司长 一个财政司司长 加过去现任特首 三个都是 就是明年的行政长官候选人 这个是不是奇景 对不对 那到时会说些什么 到时 哎呀呀 真是谢谢你了 特首 对不对 我们过去合作很愉快 你怎么说这些东西 都在互抽 对不对 那可能就在同一个事件 会有三个版本 对 等于这个黄州事件 那个人又说 我没有开过会 那个人就是 你那个督道小组负责 对不对 接着 林静怡说 全部都不关我事 对不对 就是 那个不关我事 那四个词 就变成了他三个人的金句 在这件事上 对不对 我那时在法庭 我都说了 这个梁振英就是 不知道 对不对 不记得 不关事 三笔 不关我事 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说 曾俊怡又去选 林郑又去选 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奇景 扎政路没有理由 胡苏貞和林郑一起选 他们至少内部都会协调 为什么协调呢 如果我说 如果有人祝福他 三日论 鼓励他 是不是 那他为什么不算 你的意思就是 他们现在协调 协调一个人出来 这个就不是他们自己协调 是共产党协调 是不是 如果他们 大家都有那个议员 要出来参选 接着共产党跟他说 我说不行啊 你两个司长加特首 他说 是什么 那你不是协调 那就是上面指令 你 谁能去 谁不能去 但理论上 是不应该的 对不对 但实际上 一定是干预你的 还是只想给他一个人 连陪跑的人都没有呢 这次没有陪跑 我告诉你 你谁去参选 他跟他选也是有机会赢的 对不对 你不是像第一届那样 董建华 杨铁梁 吴光正 那两个摆明是陪跑的了 他们是不甘于陪跑的 对不对 他整个选举工程 你看到杨冠也好 吴光正 他有想过陪跑吗 他也没有想过陪跑 但结果就是陪跑 因为那些选票 你就看到了 对不对 没有人投给他两个 对不对 那你第一届嘛 对不对 那就有其他候选人的意思 对不对 但是那两个不想陪跑 但实际上是陪跑 对不对 事后有什么好处给他 我们不讲了 对不对 不知道 杨冠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法官 他就不应该会有好处 是的 OK 他也可以清清白白 謹以身免 对不对 但吴光正是生意奴 对不对 对不对 要利益书送给你 那你做了陪跑 那你做了陪跑 那现在是董伯 对不对 董伯第二任做了一半就下来了 对不对 好了 到曾蔭权出来的时候 没有人陪跑 除了梁家杰 那个就不算了 某种程度都算是一种陪跑 不是 那个在建制派里面不是陪跑 那个在建制派里面 对不对 你第一届就是三个 没有一个是民主派的 对不对 嗯 那是整个 整出气的特首 就是第一届的选举 就是 完全是由共产党操盘的 嘛 阴定了的人选 就是董伯说 没有清楚的 那两个肯定就是陪跑 但是他们自己是不想陪跑的 但是结果就是陪跑的 好了 他脚痛了 第二任做不满 那找了曾蔭权出来的时候 喂 那个05年那个选举 也没有人跟曾蔭权选的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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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只有两年任期而已 对不对 还要释法 对不对 还要通过人大释法来说 那个任期 我最记得的了 那时候我还在电台上有一个节目 曾蔭权打来给我的 自己 不要咬那个两年五年了 不要骂释法那个 那时候我打电话给我 那时候我很有事 是 到了07年的那个选举 梁家杰去参举 梁家杰去参举 游行社民连 对不对 那时候煲胎就说 我会做好这份工 是 代根就说 有得选择你才是老板 那我会做好这份工 我就帮他排那些字 就变成我会做好这份工 我会做好工 那时候就有梁家杰去参举 对不对 那时候就有梁家杰去参举 对不对 那时候就有梁家杰去参举 那个也不是叫佩帕 那个是民主派一种表态 那就是民主派一种表态 你不是参加这个小圈子选举 然后就被我们参举了 对不对 到2012年 2010年的政改 是你民主党提出来的 那你是接受了2012年 继续是小圈子选举特首 然后交换条件就是增生十席 然后五席地区直选 五席这个超级区议会 然后你认为那个就等于直选 那于是就是量变而质变 质变的 你现在是架变的 是不是 怎样质变呢 到今天为止 你又是质变三席 五席 建制派一席 那就是质变了什么 两变 两变 没有变到 三席 2012年三席 2016年超级区议会选举特首 又是三席 你这帮混蛋就是卖港财 我骂你就是收共产党钱 今次选举你报仇成功 恭喜你 是吧 就是消灭黄毓民 终于可以报仇了 是吧 这是我07年开始做的 动你民主派 不是今时今日 又不是最近这几年 现在不用黄毓民 已经成为一种气场 成为一种势力 喂 不要说第二个 只是说叶普成 至少有十五万四千票 OK 就是动你 就是有些前度的泛民支持 只是一去不反 是吧 就是这十五万 就是四千票 都是收了共产党钱 按照他的逻辑 好 好了 我们说回选举 到2017年 泛民会扮演什么角色 他现在说了 不会推出候选人 是吧 他们一定可以通过提名门栏 OK 在这个选委会里面 他们所得的议席 即是还未选 11月选 他们一定可以 我估计可以有200票 对不对 1200人里面有200票 那么他拿着200票的时候 他不找人去选 他就看你有什么人去跟梁振英选 接着这200票就跟那个人说 对不对 那就是说他200票就是一关键性 谁赢 就要靠他这200票 梁振英就不用指望他这200票 是 就是第二个 假设是林郑月娥 假设是曾 曾玉成 假设是日落 这个是曾俊华 那这200票在泛民的手里面 或者非建制派的手里面 对不对 那还要这200票是团结的200票才可以 那个前提是 对不对 如果不是的话 也不行 那习都入不了了 那朝鸡是团结的 朝鸡是团结的 那你除了在立法会七十个议员里面 有几个可能 就是不参加这个选举的选举 对不对 有几个而已 数来数去都可能有几件而已 对不对 但是这200票在他手里 他又没有派人去选 那他不可以左右大局先 所以接下来就要看 究竟是谁 去跟梁振英 去竞逐这个大位 对不对 是有机会赢的 为什么呢 这次阿爷 所谓共产党 对他来说阿爷 他是未必可以操控到这千人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上次 他如果完全可以操控 就不止六八九了 就不止六八九了 对不对 就是千二票里面 他仅仅过半 多少少 何俊仁得票 比提名给他的票 对不对 提名给你 但有些人不代表投给你 有些人是 对不对 所以这次他们不会找人去选 不会找人去选 他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 他拿着这200票 就是做王 这200票就是关键的票 对不对 因为如果 不是只有一个人出责 对不对 没可能一个人出责 理论上 除非真是共产党禁止 第二个人不准出 是要给你梁振英延任 那不用说了 对不对 那你那200票是废的 但如果可以有人 去跟梁振英竞俗的话 他那200票就有用 就是这样 我估计他们的盘算是这样 现在他们还没公开说 我估计而已 因为这个选委都还没选 对不对 那能不能拿到200票 也不知道 但是按照过去 大概是这样 是这样的 200票也没什么走鸡 那拿着200票 他就只剩下1000 剩下1000 他一人拿500 那你拿着200票 那你拿着200票 就会打败 对不对 或者一个拿 拿这个 五百五 一个拿四百五 那你拿着200票 那你拿着200票 放在四百五 那里的四百五 就会变成六百五 对不对 那就是关键 好了 拿着200票 就可以跟那个候选人说 你做了特首之后 你会给我些什么呢 重启政改 对不对 此类 要做几个局长 製造一个局面 也可以 对不对 那香港 香港就可以继续 这个所谓 共产党操控的局面 继续维持下去 千秋万世 所以这些又是卖港产 如果你的条件 对不对 可能是跟他们共治的 某种形式是共治的话 那你不是卖港产是什么 你是延续 这个以共产党为首的 一国两制 对不对 就不是我们被人骂的永续基本法 我们的永续基本法 就是我们自己制定一部基本法 然后永续这个 所谓一国两制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主张 对不对 李怡也不明白 OK 这么聪明的人也不明白 对不对 那他真的可以永续 所以结论是 这些人是卖港产 那在政治上 我妥协 我拿到一些东西 那就可以了 对不对 所以 就是 你现在看这个局 那我们现在做一个初步的分析 具体来说 有些什么异动呢 接着我们在节目里面 都会密切留意 我也会花很多时间 因为未来就是这个特首选举 最重要的 我要花很多时间 还有我有很多人物的 不只是你理会认识 也有很多人 我有很多电话可以问 可以到处去收封的 所以接着我们到处去跟那些 就是相关的人去吃饭的 我告诉你们 对不对 就是听多些 收多些封 那么我们做节目 就可以贡献给大家 知道最新特首选举 小圈主选举的选情 休息一会儿